Hello大家好 今天想给你们推荐百元以下好用的东西 今天东西比较少 然后也比较简单 但是都是我一直以来觉得特别好用 然后又物美价廉的东西 所以今天就想跟你们来分享一下 那么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海藻面膜 这海藻面膜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然后这里面有50片 然后价格也是非常便宜 好像不到50吧 像海藻面膜其实一直以来就是 我感觉是比较火的 它都是颗粒状的 我以前也买过那些颗粒状 但是就是因为海藻太粘了 你只要沾了水之后 它就会形成一坨 你就没有办法很均匀的敷到脸上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方便 而且那个面膜干的也非常快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效果没有很好 然后直到我发现了这个面膜 是这样 它是这样已经是做成这样一个面膜式的东西 所以它就敷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你只要在上面加水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加一些自己有的唇露 或者什么东西 都是直接就泡开了 然后就往脸上敷 所以这个面膜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然后像海藻面膜 它都是里面含有天然的维生素1嘛 然后它就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嫩 然后皮肤也会变得比较紧致 然后再一个就是有提亮肤色的效果 反正我是这么多个月用起来 就觉得特别皮肤 一个是肤质变得好了 再一个就是它确实有提亮肤色的效果 就是本来其实是比较暗沉的 你敷完之后就会变得比较透亮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那个化妆之前敷一下 又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敷一下 因为像我是一个皮肤不太吸收营养物质的人 所以这个面膜呢 是成了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一种面膜 像我其实已经用了 我觉得我用了很久了 但实际上就还有那么一半 所以一个星期如果用两次 一个月用八次 那么这个面膜可以让你用到半年之久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 我觉得我极力推荐这个面膜 第二个呢就是去痘的东西 特别是去粉刺 这个东西真是有奇效 就是它是苗芳青岩 就我只剩下这么一个小瓶子了 就其实还要搭配另外一个精华液使用了 但那个东西我已经撑掉了 就我每次给网上就是给别人留言 就说哪个哪个东西去都好用 我就推荐苗芳青岩 然后这个时候别人就会来说 你是不是广告 你不要在下面留言 你走开这样子 然后我想这里重申一下 就我不是广告 我连它的实体店都没有去过 我从头到尾都只是在我淘宝上买而已 而且淘宝的店我也经常换的 因为我最最最开始买的那家店 那家店已经不在了 然后我只好就是去找别的店 我就反正就找那个销量第一的店就对了 好像这个东西是完完整整治好了我的粉刺 我的粉刺本来是非常严重的 我当时因为在澳洲读书 然后水土不服 然后其实有三年嘛 有两年都是在长那个满脸的粉刺的 就是非常夸张的那种 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照片 如果有的话我会放上来 就是后来就是 我妈就看我这个样子 就觉得太行 她有带我去看中医 但是最后我吃中医吃到就全身过敏 所以就放弃了 就是我就并没有再过多的使用别的产品 或是吃药什么 我就想让它顺其自然 后来就是我表妹还有表弟 他们就是脸上也有粉刺 但是用这个用好了之后 我妈就给我推荐过来说 你要不要试一下 就后来我就试了 就发现一个月内 我正用到两到三个星期的时候 就是脸上的那个粉刺就已经瘪下去了 你知道就是粉刺是很难瘪下去的一个东西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黑头 就是你包括脸颊上都会长黑头 我这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卸妆也写得很干净 我洗脸也写得很干净 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长那个粉刺 所以用到这个东西 用到两到三个星期之后 其实已经见效了 然后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恢复了 就是可能还会留一些痘印吧 但是那个痘痘已经完全就瘪下去了 就粉刺已经不见了 然后呢 我其实有担心它会被反弹 但是后来居然没有反弹 这非常神奇 就是我的痘痘后来再也没有就是爆发性的长过了 就可能会零零星星的长在那个这块地方 还有下巴这块地方 额头可能会长一点 因为休息不好的话额头会长痘 然后就是会有这样零零星星长过 但是接下来就是再也没有爆发性的这样长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非常神奇 我有推荐给我的同事 我的同事那样烂脸也治好了 就是他有跟我反馈 因为他在国内的嘛 然后他跟我反馈 他说他痘痘已经好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是真的就真心的想推荐给你们 就非常非常好用的这个东西 就其实他们家有 其实这个牌子里面有很多很多 就是护肤品就织痘痘的 包括面膜什么的 我面膜也用过 但是那个面膜我觉得不太好用 然后我觉得效果也没有那么出色吧 所以我就是主力推荐这一瓶 还有另外一瓶那个蓝色的一个精华液 就这两瓶东西非常非常管用 那么第三个就是磨砂产品 我们现在讲一下身体磨砂 就这个东西 就这个牌子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我在超市发现的 就是当时我还在澳洲 然后我就想找一块身体磨砂 因为就是我发现就做久了之后 就那屁股上有两块东西 就像老简一样黑黑的 就你们懂的就是做骨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就想找个东西把它磨掉 然后就找到这款东西 这款磨砂呢 它其实说明书上写的是用给脸的 但实际上这东西肯定不能用在脸上 就你只要打开来看了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磨砂颗粒是非常大的 它是用那个杏子的弧磨成的 然后如果你真的用在脸上的话 是对皮肤就是损伤非常大的 然后我就拿来磨那个屁股 然后就发现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就磨得非常干净 就那个黑色素已经被我完全磨掉了 所以后来我就一直买下去 然后我在迪拜我也发现 就这个东西基本上 在超市里就直接有的卖的 然后反正打折的时候 我又多买几瓶这样子 它是那种磨的 它是那种磨完之后 是比较干净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不喜欢你一个磨砂 你磨完之后居然有那种油脂的感觉 就我用过欧树丹的磨砂 有用过之前就是有点火的 那个咖啡豆的一个磨砂的东西 然后它们俩磨完之后 就是会给身体有一种油腻的感觉 我就非常非常不喜欢 我就觉得我可以在后续上护肤乳 但是你磨砂必须把我身体磨干净 然后像这一款就完完全全达到这个要求 就是它磨完之后就非常干净 非常嫩的 就磨起来非常非常的滑的 不是加滑 就是磨完之后皮肤的质感是非常滑的 然后你后续再上一些保养品就行了 然后像你如果前胸跟后背是有长痘的话 用这个东西可以缓解一些痘痘 因为有些痘痘它其实是毛孔堵塞造成的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把皮肤清理干净的话 前胸跟后背就没有那么容易长痘了 然后就是唇部磨砂 这是一款我之前就前段时间才买的一块磨砂 就是我其实是看中它颜值高 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 所以就把它买回来了 它也是像这种像黄糖一样的质感 其实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黄糖 但是它就是闻起来有甜甜的那个味道 然后我还挺喜欢的 就我这边已经抠了一部分了 就是它其实是那种比较细的那种纱的质感 然后它其实用在嘴巴上的时候 有点像那个用那个白糖在搓一样 它其实并不能带走你嘴巴上的任何死皮 因为嘴巴上的死皮其实是比较薄的嘛 其他并不能搓走死皮 然后它是给死皮一个软化的那种感觉 就是特别是你在晚上用了之后 然后第二天就会觉得那个嘴唇会比较软 你就可以把那个死皮撕掉 然后我是跟这个木瓜糕一起搭配使用的 就是磨完之后 然后敷一层厚厚的木瓜糕 然后在第二天你就可以顺利的 把你嘴巴上所有的死皮都直接撕掉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 像这个木瓜糕也是澳洲本土的牌子嘛 然后是很出名的 然后也是非常便宜 反正就五刀一个 然后而且可以用到天荒地牢 它上面说的是可以给什么烫伤啦 然后晒伤啦使用的 但其实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晒伤跟烫伤 所以我大多数时候都是拿来当那个唇膏使用的 就这两个东西搭配起来 一晚上就可以煎小鬼 所以我真是非常非常非常推荐这两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是化妆品部分 就这个牌子 就这个NEX吧还是什么 应该是这么多的 首先是一个这个一个修容棒 一头是黑色的 一头是那个高光的 这样子高光其实我很少用 我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用这个修容棒 比如说修修鼻影啊 或是修修这两边的那个轮廓啊之类的 然后就觉得这个修容棒 首先它是一个比较滑的一个质感 就是它非常润滑 很容易推开 不会结块 就是说你不会再用完了之后 这里有两条黑黑的东西 就是它不会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上色的效果 可能是跟我选择的颜色有关 然后就它上色的那个效果不是太明显 所以你新手如果上的话 就是不就不用会担心 就是下的太重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它可以反复的多次的抹这里 然后然后再进行一个韵染 所以它就是上色的那个效果 并没有那么强大 就是非常适合你多次来进行调整的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修正肤色的这么一个东西 你看它颜色 然后你就知道它是个橙色的东西 那么橙色的东西大多数呢 都是用来修正你的黑眼圈的 就是青黑色的东西拿来修复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 这边吧 流动的质地 你看它就是感觉有一点点像那个粉底液的感觉 就是它非常非常水润 非常非常有流动的质地 那种感觉 就所以说不会在你的那个眼睛这里结块 就不太会卡那个眼纹 就有的那个遮瑕的东西 它非常非常干 然后所以它就会卡着你的眼睛的纹路 这个时候你就画完之后就显得非常老 就虽然黑眼圈被遮住了 但是你的整个眼袋就是整个就出来了 但这个就是还挺好用的 就是它可以稍微的修正你的黑眼圈 然后也不会给肌肤造成一些负担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大创的这块腮红 它的颜色是那种很自然的那种橘色 有点带脏橘色这样 我已经在这里有四色了 就是很适合那种清透的日常妆容啊 上班啊就是出门逛街啊都非常适合的一个颜色 就是很元气很显气色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其实这个里面有一点点微闪的效果 就是你光看这个盘可能看不出啊 就我不知道手指上你们能不能看到 就是它稍微带那么一点点微闪的效果 然后上到脸上的时候是非常自然的浓郁染开来 不会像高光一样就是突然间拔亮你的脸 就它是非常自然的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你可以看到图片上就是脸上那块地方 我已经刷了很多层了 然后它的效果还是就是其实是比较自然的 不会说一下子取粉取了很多 然后脸上变得红扑扑的 它不会就是所以说非常适合新手吧 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它妆容还是蛮持久的 就是那么一天下来啊 腮红都不会掉多少 都始终有一个那么轮廓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位呢买到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日常使用的一个眉笔 就资深堂的这款六角眉笔 也是价格也是巨便宜的 好像20块人民不到就一支笔这样子 然后你就直接就用那个普通的削笔刀削一下就行了 像我是比较那个深的发色嘛 毛发也是比较深的 然后这个眉毛就是也是黑的 所以我就选了一款灰色 我觉得黑色就是太突兀了 但这个灰色呢我就觉得刚刚好 就是它那个颜色是非常自然的 然后而且这支笔是非常好上手的 就是你可以削成比较尖的形状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眉峰眉尾 还甚至有的时候可以 你就可以画出那个野生眉毛的感觉 像我的画像已经变成一个日常使用的东西了 我其实日常上班并不会化妆 但是我一定会画眉毛 然后这个眉笔是我每天都在用的东西 就这支眉笔它不防水不防油 但是如果你整天都戴在室内的话 这支眉笔一定足够了 而且这么小一支你也可以方便携带 就是可以戴在包里补补妆什么之类的 那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